所需的食材有,娃娃菜八代 第一步,切除娃娃菜的根部,将其竖切成四大块,中间横切一刀 因为娃娃菜中的水分较多,所以要先进行炒制,去掉一部分水分 锅中加油,下入娃娃菜,加少许盐 此时加盐不是为了调味,而是为了使娃娃菜中的水分更好的渗出 开小火进行煸炒 第二步,将煸炒好的娃娃菜用罩里捞出,放在一旁沥干水分 为了保持娃娃菜的口感,烹饪时要尽量缩短和热量接触的时间 所以此时用对碗汁法,先将味道调配好 在碗中依次加入五克盐,七克糖,加入相对小多的醋 如果醋加的不够,糖和盐会在碗中有成点 此时要再补充一些,直到能把糖和盐均匀的稀释就可以了 第三步,锅中加油,放入切好的姜蓉,爆出香味后,下入煸炒过的娃娃菜回锅 放入提前煸熟的八带爪,快速翻炒 热量激发出来后,倒入调制好的果汁,大口爆炒 是醋味灰包 这样,这道改良版的醋溜娃娃菜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我们就先准备了 都是十分之后 但是,我们必须的 反正的话,我们可以试会